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請你們把高剛和王榮交出來 如果你們再不交他出來的話 別怪我不客氣 既然人家都不肯出來 你豈不是處處逼人 他們兩個犯了方規 一定要接受處分 我們根本就沒錯 你要殺就殺,別說這麼多廢話 姑娘,請你讓我們脫離仇恨之劍 我們不想繼續幫你殺人 既然你想離開的話 不如放他們去生路吧 這是我幫裡面的事 你無謂多管閒事 我又怎麼可以見死不救 你這麼說,就是你要幫他們出頭了 公子 你千萬別動手 你一出手就要告露你的身分 既然如此,就讓我出頭了 既然如此,人家都不想留下 你為甚麼要監人乃侯呢? 笑甚麼?有本事的就替我教兩下 劍主,我帶門派人來 我們走 打傷人就想走? 阻礙自己,你別追 那好吧,我們先扶進去燃箱 看你們這麼快能走哪兒 你怎麼回事? 劍主, 你不用理我, 你們兩個先走 走 走 這間密室很安全 是先師當年建造來避難 就算外面有人放火燒, 也不會燒到這裡 你師父有多厲害 在造底建一個密室 比我一定找不到 飛雪兒, 先拿東西給他們吃 有此理, 究竟他躲在哪裡? 他殺了我正派這麼多人 我們怎麼都會放開他? 是… 我看他走不了多遠 大家守得清楚一點, 好… 走… 我認識外面的人 你開機關門給我 讓我出去跟他解釋一下 張姑娘, 我們現在大敵當前 你千萬不要亂來 他是我爹, 我包括你們沒事 我們不能出去 現在你們受了傷, 左公子又不在 如果打起來, 我是輸的 你考慮清楚 那個是我爹, 你們相信我 他怎麼會害我們呢? 我不是不相信你爹 而是我不相信其他人 他未必會聽你爹說 而不對付我們的 我有辦法 張姑娘 各位, 出來… 來, 後一發言 我想他們全都走了 不如出去四處兜截他 好… 走… 走… 玉瑤 爹 什麼他們? 他們是我朋友 張大俠… 爹, 你怎麼會和武林人士來這裡? 我收到消息, 說左家有猴 左少伯在江湖上出現 所以我和一群武林童童來查 真的有沒有左少伯這個人 誰知一來見到外面滿地屍體了 爹, 他們是被仇恨之劍所殺的 左少伯是我朋友 他是冤枉的, 你查清楚吧 我對當年煙雨風的事 我一直都有點懷疑 但是現在四大掌門一口咬定 親眼看到四大掌門是左鑑白所殺的 證據確鑿 張大俠, 你試想一下 以左鑑白的武功 又怎麼可以守四大掌門 其中一定是陰謀的 是非黑白 我看到左少伯 聞不清楚這件事 我絕對不會冤枉好人的 四郎哥,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建主, 趁他還沒追到 你先走吧 四郎君 建主, 在我臨死之前 我有件事想求你 如果我做得到的, 我一定會做的 你說吧 你可不可以脫掉他的臉衫 讓我再看見你的樣子 你怎麼樣? 你很漂亮 姐姐 是我 蕭伯 想不到生死橋一別 今天竟然可以見你 我還以為今生今世都不會再見到你 在當時, 我根本就知道生死於道外 一心想著, 只要你過到橋 就算我死也沒關係 當日, 如果不是你自殺的 我就不會過到生死橋 更加不會得到姬童 和向後兩位老前輩的天劍絕刀 想起來就好像發了一場亡 難道這就真是叫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在當時, 我想著很快 就可以在王泉見到爹和娘 誰知道突然有個高人來救了我 我還教了那套劍法 所以你就成立仇恨之劍 沒錯, 仇恨之劍 我隱性埋眉托生在世上 就是為了要報仇恨 那些所謂精派人士 當年血洗我們白鶴寶趕盡殺絕 追殺我們一家 我們到底做錯甚麼事 白鶴寶的血債, 爹的罪名 不能擔一輩子, 擔一輩子 他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我一定要用仇恨之劍 殺罪每一個有份屠殺白鶴寶的人 我要他們血債血償 可能那個天年吻我們, 不讓我們死 要我們找出真空, 將他碎屍萬斷 而祭爹和娘在天之力 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一定 爹, 娘, 你們的大壽 直到今天還沒報 請你淚而不孝 現在我和少伯在你們面前發誓 大壽不報, 誓不為人 爹, 娘, 你們在天有靈 一定要保有孩兒 莊公子, 我一個提議 范姑娘請說 既然我們得到張大俠 和仇恨之劍的幫助 可以壞習了一批力量 倒不如我們成立一個幫會 打正旗號去查白鶴寶的事 這個是好提議 但是我們改甚麼旗號 霸刀天下無敵 我們就以霸刀為名 霸字可以改為金 不如就改為金刀盟 大家的意思如何? 金刀盟, 好 我們找誰做盟主? 霸刀, 我認為左少俠就是最適宜的 我?我不行的 左少俠, 你天劍絕冬 是蓋世武功, 你是當仁不讓的 但是… 對了, 用不著研究? 老實說, 除了左少俠做之外 替他做, 我不服的 是啊, 我也不服的 對了, 小伯 雖然報仇是我們的事 但是既然大家都這麼熱誠幫你的話 我想你也無謂推辭了 那…那好吧 既然大家都這麼說 我就勉為其難 參見盟主 大家請起 盟主, 我們第一步做甚麼? 第一步… 第一步我認為應該升上少林 因為少林是四大門派之首 而且當時也是煙雨風 她一定最清楚當時的情形 盟主, 我認為少林彪太大了 倒不如我們來個星東激西 先上俄味, 找法靖 當年她也是煙雨風 范姑娘你所說的話非常有道理 那我們就先上俄味 對了, 少伯 我想回去解散仇恨之劍 然後再跟你會合 姐姐, 那你快回去吧 有件事我想跟大家宣布 仇恨之劍成立至今 各位隊組織也出過不少力 我非常滿意 可是我打算從今天開始解散仇恨之劍 解散?我們那幫兄弟 已經幫你殺了接近三十人 你現在說解散? 沒有解散那麼容易 我們為了你做了這麼多事 沒可能一點也得不到 沒錯, 我們得不到你 也不會讓別人得到 沒錯… 那你們想怎麼樣? 你要履行你的諾言, 嫁給我們 要不然別關你母情 我一個人 又怎麼可以嫁給你們這麼多個? 那你可以在我們眾兄弟之中 挑選一個, 我們也會這麼開心 是… 真好 我袖架你 哇… 如果走我們是很害怕… 還… 不是女人 啊 你有沒有… 會死 等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得上所軟了 這裡好像有打鬥過 我想左姑娘跟狼君家有所爭執 不如左姑娘的武功暫時不應該有事 可是我始終很擔心姐姐 我想留下來等她 林主, 我認為我們應該先上俄味 我們可以留個記號給左姑娘 讓她上俄味跟我們會合 這樣做比較主動 也不會耽誤時間 免得四大派有所防範 林主, 你要權行輕重 我怕我姐姐會有事 她的生死對我實在太重要了 是呀, 人命關天 而且文娟姐姐現在生死還沒報 我們就這樣走了, 你覺得很對嗎? 是, 文娟姐姐安危, 我們當然要顧 但我們在枕後等也無補於事 我說你的人根本沒有人性 只會上俄味山 大家不要在這裡爭論 一切以盟主的說話為依歸 盟主, 我們在裡面搜過了 甚麼都不見了 我想留下來等姐姐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跟王榮出去搜一下 拜託了 拜託了 左公子, 你對著月光一整晚了 我真的很擔心我姐姐 她沒事的 范姑娘也說她沒事了 希望她沒有猜錯 她當自己是朱角娘 怎麼會猜錯呢? 她做事也挺有分寸的 我說她不近人情就真的 你說要留下來的, 她是要你走 也不是的 盟姐雅毒 她心裡想甚麼你也不知道 我說她也不知道 是否想坐盟主的位置 飛雪兒, 為甚麼這麼不開心 連門也不敲, 走進來吧 張姑娘真的這樣跟左公子說? 人家怎麼看法就任由人家 我們知道自己不是, 那就行了 進來吧 范姑娘 盟主 范姑娘, 你妹妹好像不太開心 是否可以得罪她? 盟主, 你千萬不要亂想 她沒事的 我最近因為姐姐的事 所以心情不太好 如果有甚麼說錯或做錯 希望范姑娘你原諒 盟主, 你別亂說 文娟姐姐是你唯一的親人 你擔心的安危是應該的 我怎麼會怪你呢? 范姑娘你真會開解人 甚麼? 我不明白 甚麼? 找你姐姐跟我說, 出去說吧 得到你的幫忙, 這些是我的福氣 其實我幫不了你什麼 只是有時候可以給你一點意見 最難得就是你什麼都不計較 你這麼冰雪聰明,我真是擒不上你 你別這麼稱讚我 其實我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的 真的,你是我見過這麼多女孩 裡面最特別的一個 你這麼幫我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報答你 可惜,我大仇未報 其實我只是想在安靜的地方 過一些平靜的生活 雪君,其實我有很多話想跟你說 盟主,時候不早了 有什麼事留下明天再說 那… 什麼事? 沒事,沒事 什麼事? 盟主 找到我姐姐嗎? 找不到 而且我們發覺張大學都不見了 真是神經,恢復… 你們一個人坐著幹什麼 想想辦法吧 我猜張大學不會有事 大仁姑娘說得對 以張大學這麼好的武功 誰可以做到他?你放心吧 沒錯,以張大俠、江南大俠 四個字的威名 我想一般的樹輩不敢好犯 你別這麼擔心 我想你爹很快就回來 誰呢? 是我 姐姐 小伯 你到底去哪裡了? 你知道我們很想念你嗎? 我沒事 當日我向門下宣佈解散仇恨之劍 他們不僅反對 還要來圍攻我 幸好當時有一位高人出手相助 不然今天 我也不能回來見你們了 那個是誰? 我也不知道 我當時暈倒了 醒了後已經在客棧了 沒事就行了,回到你就最好了 張大俠回來了 爹… 張大俠 左姑娘,你回來了嗎? 哭了,一天都光了 人人都想念你 你去哪裡了?我也想念你了 我覺得過兩天你想餓了 就預備乾涼了 你下次出去,請你告訴我 我也不擔心你,你反而擔心我 你們是甚麼人 你不敢帶迷迷上我們鵝眉派? 我們金督盟的盟主,左少佩 想求見貴派掌門 麻煩通傳一聲 寶林公敵的後人,人人得而諸之 如果你們再不走,別怪我不客氣 仙父是冤枉的,你不可以侮辱他 少佩,何必跟他說那麼多? 殺了這群臭道士 我不信他掌門不出來 盟主,你盡量不要殺人 免得曾家外和鴻眉派之間不會 出聖恩 在下就是發靖,到底找我甚麼事? 在下是左少佩,想問道長 關於當年煙雨風的事 當年的事,天下皆知 四大掌門是被左鑑白所殺的 你說謊,我爹根本沒有殺到四大掌門 我沒有冤枉他,他死有如故 好,既然你不肯說,我就打他 要測死去了 趙,走天下 快一會兒 快、奇怪,走您 走… 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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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 你再不說, 我就殺了你 你到底說不說? 我說... 又幹嘛呢? 橫月七海, 橫月四方, 沒道流浪 維護一斯人 道余真理的激昂 你是槍槍風、耍耍狼 益渣率滄蕩 無表就某寸宣某寸夢 東山也去蒼 你用笑語歌血與汗 擔心失望 苦痛亦不肯一對心碎 也從沒有感 希望一天能讓我跟你攻流浪 其實此心如將你心…